听说教育部的这个录影好像也要限缩了 所以我们将来还要再找其他的资源 用什么方式来让大家可以好好的线上共备 那在没有资源情况之下 大家还能够这样子坚持一路走来 没有放弃我们自己的本科 那甚至到现在有这么多资源的 大家还是愿意付出跟坚持下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动力跟趋力 那今天我们平常老师 真的很抱歉 他今天忍在医院 因为他的小孩好像有点状况 但是他还是坚持的来 给我们做线上课程的分享 这个精神非常赶佩 我们肉类掌声欢迎平少老师 李老师记得打开麦克风 请问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有听得很清楚 有听到 可以哦 感谢上宾主任 还有各位线上的伙伴 那今天真的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样的场合 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然后就像刚刚上斌老师说 我们家小孩确实有点状况 那所以也是难得的经验 我现在就是坐在病床前面看着他 然后偶尔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仪器的声响出来 对 或者是护理师进来 这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不要见谅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分享我们 抖六国中这样的一个骨牌课程 那也是我这些年来进入在科技教育 然后教生活科技的过程当中 然后一直在操作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 然后延伸出到后面的一些 这边比较可以明显看得到的一些成果 那这一个历程来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骨牌的方案 叫做脱胎换骨排出未来 那也在这个110年荣获教育部的教学卓越的金子奖 对 那这是我相信是这个是蛮不容易的事情 那也是这些年来的努力 然后一种肯定就是了 那其实应该也这样讲 在那个我们这个科目被消失的年代 然后我还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在生活科技的课程当中努力 那应该也是在国中组的部分 应该是以生活科技为主轴 然后荣获金子奖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变成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对 那我们这个方案是完全以生活科技为主轴 来去做发展 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稍微用一点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那这影片大概 融合了我们这几年在 骨牌课程当中 或者是伴骨牌比赛里面 就是到这个层面的推广里面 然后的一些相关的影片 先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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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 那些打不倒我们的都将使我们更加的强大 外在的环境不管是怎么样的恶劣也好 或是不友善也好 那其实我们在坚持自己的课程当中 其实会看到一些不断创造 让自己感动跟感动他人的历程 尤其当我们看到学生的一种很享受在其中的感觉 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然后全部动起来的感觉 对 尤其我看到当全校都为了这样的竞赛 然后不管是在生活科技课 甚至是导师的班级经营也好 慢慢凝聚出一种学校的向心力 那也变成是我们学校的一种特色课程 对 那其实我们生活科技课在九年一贯的年代 其实各位老师 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 我们的公益教室或生活科技教室 不是在地下室 不然就是在顶楼 这是校园的角落 那其实这跟我们现在线上看到 这些科技巨人都一样 不是在仓库 这是在地下室成长出来的 其实当然我们生活科技也不例外 那我们学校是运气县最大的公立国中 那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校园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室 就坐落在这样的幽暗的地下室 中年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当中 或许有些老师觉得 哇 似曾相似 跟我的教室的氛围很像 永远在角落当中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我们在实际面面临到的困难 尤其在整个领域统整之下 其实很多学校是没有课程可以上的 那会看到一个领域两个世界 那其实我们尝试学校很万能的维修工 就是学校桌椅坏掉 水电维修大概都是找我们来去做处理 那我们在地下室就是自己玩得很高兴 对 那有没有很像忍者龟一样 只是差别是他手里拿的是武器 那我们拿的是工具 握在地下室 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地表 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地下室玩自己的 可是我在课程当中会发现说 其实学生因为有机会来上数目科技课 所以反而是给他们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跳脱在升学压力 然后有不同的崭新的一面 所以常常课会上到忘了下课 然后甚至忘了假设是第四节 全班都没饭吃 因为就是想要把它排完 所以这样默默的 然后一直在课程里面努力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课程价值 那从一开始我自己上课 然后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科技老师加入 然后我们的第一块骨牌 就从这样的地下室当中 慢慢的不断的从地下室衍生出来 然后我当时担任学校的设备组长 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来举办一个全校的竞赛 我想要让我们的课程从地下室走出来 让更多人可以看得见 那当然是借由职务之变 因为我当然是设备组长 就想说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然后就顺水推舟 然后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全校性的骨牌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慢慢的越来越多老师的参与 那甚至在108年 我们也举办云林县的骨牌机关的比赛 那其实讲到这边 我想要分享一点感觉是为何是用骨牌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到底他在玩什么 那我的课程里面怎么玩 所以这个部分想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下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操作的课程 就是老少前大小通吃 然后又玩不坏 所以甚至我有很多骨牌 年纪都比我的学生年纪还大了 这十几年前买到现在 它还没坏掉 还可以继续玩 对 那其实它因为很好上手 所以其实很快就 学生很容易有享受一种成就感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影片 我们的主题是埃及探险之金字塔之旅 我们一开始开头是由这个牧师溜滑梯 藉油弹珠让它滑落之后 一路沿着牧师的回旋梯 然后一路慢慢倒倒倒倒倒倒 找到最后我们的主题是那个非常高的圣诞金字塔 对那在这样的比赛里面 其实我除了希望学生能够展现他的创意之外 那也希望他能够把他的设计图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并且能够很精准的表达出他们的创意跟想法 那第二个呢是 其实人人有机会 而且是没有能力的问题 因为他其实很好玩 好玩又好玩 那个好玩两个好玩是不一样 对 然后不管有没有基础的老师 只是稍微理解一下这个课程的方式 其实他就可以带回自己的班上去上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不管是只有班的学生 或者是特教班的学生 其实他们也都会上这样的鼓牌课 那当然依照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能力 他做不一样的课程的呈现 在第一次排的时候 因为他们彼此直接不小心的碰撞 结果整个鼓牌都倒了 他们其实很惊吓又很难过 可是他们很快就是互相合作 互相提醒 放慢他们的速度 是一个很难得的合作经验 骨牌课程的诱计 可以练书 那当然这是一个好操作 然后可复制性很高 所以有时候 这个骨牌课程是在 九年一贯的时代 其实已经在我们学校在推动 那当时我们课程的配课并没有那么完整 不是每一个班都有机会上到生活科技科 尤其我们这几个老师都当组长 当行政人员 所以客户相对是比较少的 那没有课程的老师 那当然他就可以把骨牌抱回他的班上 那我就要给他简报档 他就可以照这个方式去进行他的课程教学 甚至因为有比赛 他在他的班级经营上面 就有比较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设计讨论一次又一次的接受挑战 他们都很用心也很同意 成员之间彼此的鼓励 积极的找询解决指导 比赛时自信的展现 对学生而言都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不好意思 那再来他也没有年龄的限制 对 那所以不管是国一的学生 或者是九年级的学生 甚至是比较年长的长辈们 就是玩这样的骨牌课程也都很高兴 所以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而且你看到老人家手上拿着骨牌 然后不断发抖的过程 是非常有趣的 那藉由学生跟他们互动指导的过程 其实可以更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另外他也是可以很好的 跨域连结的一个部分 尤其在我们在九冠的年代 我们是跟自然领域在一起 所以我们希望说 有更多的自然老师 也可以理解我们这个课程 在进行什么 甚至可以利用他在自然课当中 所学到的一些原理原则 知识观念 然后把做骨牌创意的发挥 那再来是可以带出每个孩子 每一个不同特质孩子 真正带出来 看到他有这个热忱也是很高兴的 而且他有时候 假日的时候 也都还回来学校 跟同学一起讨论 很支持他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画面就有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 因为其实这位学生来讲 他其实是相对学习低成就的孩子 那当他有机会代表 我们学校参加全线的比赛 那老师约了礼拜六 早上要到学校练习 那他我们后来才知道 他当天五点多都出门 那为什么这么早出门呢 因为他妈妈不相信他 竟然有可能代表学校去参赛 觉得可能是骗他的 所以他只好五点多 趁妈妈还没起床 就溜出家门 对 那后来知道 其实是还蛮感动的 就是他为了 这样的一个比赛来去做付出 那家长理解之后 其实也后来也很支持他 往他的不同的 兴趣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对 那大概这个脉络来讲呢 就是我在操作骨牌课程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 不断的再去做发展的地方 那回归到我们课程的实务面来讲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分这几个层次 第一个是在我们的 一般的生活科技课当中 去做一个基础的培养 那另外我们也会针对 每一个班的学生 去做一个骨牌课程 然后教一些基本骨牌技巧的处理 那另外是带入 其实重点在于 去做机关的设计 然后能够在最后的骨牌比赛当中 做一个统整性的应用 而且我们更鼓励学生 可以将各个领域当中 他的一些特色 然后把它包装进来 然后把它主题 做一个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大概课程的 整个操作的脉络 大概是这三大区块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 因为新课刚之后 我们有对应到 七年级的结构机构 然后能源动力 可是在早期 我们在酒罐当中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出来 对那不过重点还是在于 能够让学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够动手操作的能力 那我相信这个是不管是在 酒罐或是在我们新课刚 其实都是有相同的科技素养的 的取向这样子 对然后 再来呢 其实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其实 我把它取名叫温柔而坚定的课程翻转 其实慢慢我们会 我们这个课会在 全校老师跟学生的心目中 会有一个改变 因为我们的课程再也不是可有可无 再也不是容易被配课 容易被忽视 而是一个大家都会期待的一个课程 那将这样的一个校园的氛围 慢慢给他行述出来这样子 然后最后我要提到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以中为时的课程设计 就是说有些老师没有看过我们 怎么去操作这个课程 会觉得就像我们可能在YouTube网站上 看到很多国外的影片 就几万片的骨牌 还有一个很特别 然后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等等的 可是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其实我们的课大概只有一节 一个礼拜一节课 然后只有45分钟 那怎么去做到这一些 你刚看到所有的关卡机关的设计 对其实那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重点在于做骨牌机关的设计 不是排那个几万片的骨牌 然后在大礼堂排出来 而是我只是用几百片的骨牌 却可以把每一个关卡很巧妙 很有主题性的把它给串联出来 对那这期间呢 其实我会让学生从不同层面去思考 比如早期我们在跟自然领域在一起的阶段 那我们就是带领学生 希望说他在这样自然课当中学到的观念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实际的作品 所以他可以设计利用比如斜坡或者是杠杆 或者利用旋转的概念 或者加上轮轴的方式 然后去做一个机关的设计 那另外也可以使用像物理学的概念 用很多力学的东西 比如说他使用弹力来做机关 使用重力方式来做机关 使用锋力 甚至使用磁力 都可以做一些机关的设计 既然想要用这样的原理 那怎么样去转换成机关的形式 那就是他们必须去合作跟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会给学生这样的几个题目去想 就是说第一个是如何让骨牌 我们在桌上牌嘛 然后再下到桌下 然后再上来 下去跟上来各两次 然后方法 不能重复 那光是第一个选项 他就可以有千变万化的 关卡的方式出来 比如说怎么下去 他是要掉下去的 滑下去的 滚下去的 然后推下去的 用什么方式下去 那下到桌下 他要怎么上来 怎么又上回到桌上 那就要去想啊 就是他可能用弹力的方式 然后用爬楼梯的方式 那还可以想各种方式 那这样方式怎么去转换成机关 那这个就是他们必须小组去做讨论 去做集市广义的方式去想的 那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比如说怎么样设计出声音的效果 然后第三个 是不是可以用化学变化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 惊喜出现 对那比如使用文具啊 或是其他那种造型啊等等之类的 对那我就是会提供 大概这样的一个选项 让学生做选择 对因为毕竟我们的时间 其实只有短短的一节课 那实际要上课的过程 其实也不到45分钟 对包括我们去头去尾之后 很多时候实际能够执行的时间 大概也只剩下半小时 那怎么样利用这样的一个很压缩的时间 设计出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关卡 那这是我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问题解决的策略 那我会设计学习单 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各组去做分析跟探讨 那我这边有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他们想要设计出声音的效果 只是他聚焦在这个题目上面 我要如何设计出声音的效果 OK 那他就是根据这七个步骤 然后七大张学习单 然后开始去一步一步的去做分析 那所以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怎么样去 小组要提出问题是什么 就是如何设计出有声音的效果 那他去分析他这里面的一个资源跟限制 那其实最大的限制应该就是时间短短的 其实有三十分钟 对 然后再来就是场地其实没有很大 就是一张工作桌 就是一张工作桌的大小 顶多桌上跟桌下 那怎么样去在这样条件下设计出声音 对 然后再来材料的部分 其实也不是什么都可以拿 比如说我就不允许他带鞭炮来学校 对 然后就是有杀伤力的东西 都不准带到校园里面 所以在这样的限制底下 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那接着小组内就要 大家就要去讨论 比如说他 那既然要有声音 那是刺气球 对不对 用一个针 连在骨牌上 然后刺到气球 砰就一声 这是一种方式 OK 那或者是用重量慢慢去压 然后另外也可以用线箱的方式去刺气球 然后如果再加电子链 比如说风银器 对 然后等等 就是这些想法都让学生不断的去做创意的发想 那发想完之后 我没有要把每一步都跟大家做分析 但我大概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课程里面这样去带 对 所以我以老师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去激励学生 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 你们怎么样去做妥善的分工 所以我希望 其实我们生活科技课另外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团队合作 创意思考 所以我们就是 我觉得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小组内的竞赛 跟小组内的任务的挑战 他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激发他的潜能处 那不断的给他刺激 不断的给他鼓励 不断的给他各种方向的一种思考方式 对 那我也会把历年来优秀的作品 不断的去给他洗脑 就是人家都做到这样子的 你们只能更好 所以当学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 其实他们就会不断的去做 发想跟挑战的一个动作 对 那以下会有一些几张照片跟影片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难的地方 就是真的每次一个礼拜 就这么一节课 那怎么样去做出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到后端这个步骤 就是在开发设计工作的阶段 其实学生要能够妥善的做分工 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他是一个合作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手那么巧 但是有些人想法很特别 有些人很稳定 有些人很苦干实干 所以根据不同的特质 做完分工之后 某些人专门在排骨牌 某些人在做关卡的设计 那工作分配好 其实他就可以很有效率的 在短时间内将整个骨牌的呈现 去把它给做出来 好 那这是上课 我们的工作桌跟连结下面的 这一个骨牌的机关 然后一些有影片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是已经到了桌下 然后再做转动 然后做不同的东西 那除了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塑胶骨牌之外 我也会把以前图书馆淘汰的塔带 然后录影带那些 拿来做一个连结的动作 那这是利用溜索的 绳索的方式 让它精准的打到桌下的机关 然后再能够再把它拉上去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那你可以看到这 应该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作品 对 其实不是每一见都那么成功 成功率非常低 真的非常低 对 所以要不断的给选鼓励跟打气 那能够一路倒到底的主别 其实不多 对 那其实我会看重它在每一个历程当中 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来是这个 3 2 1 开始 好 这个是完全成功的 好 这个是完全成功 可是在我的观感观点里面 它其实使用的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 在大概上了两三次课 它就可以排到这样的一个步骤了 但是它没有到桌下也没有上来 所以它的复杂度相对是难度没有那么高 对 好 3 那影片还有非常多啦 我可能就跳着过去了 那有机会大家可以再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那除了我 这是我的生活科技教室里面上课的状态 然后另外这个是我们108年半全线骨牌比赛的时候 这是我们学校学生 这是刚接受 机关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结合云林县的在地的特色 所以每一个关都有结合云林县的在地特色 5 4 3 2 1 那再来这是不同学校的 那上面就是很多的木座机关 然后再来 这个也不错 巨大 比课 连侠者 ính 樋子 ali 词 另外這邊就有一些利用微動開關 利用TD馬達去做控制的部分 時間關係我就不再看下去了 那另外也可以把教室的各式各樣的 工具然後材料等等都可以拿來當做 排列的方式之一 那最後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一些骨牌很好玩 那也不難 那我覺得說這是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然後歷經磨練就是專業 就是每年不斷的這樣推 然後堅持在這樣的課程的脈絡當中 然後其實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課程的價值 去把它給呈現出來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會用一些方式就是讓 不管是導師也好行政也好 然後全校的教職員 他都能夠知道說我們這個課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為什麼會想要辦比賽的原因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的課程已經慢慢變成一個學校的類似 特色課程 所以很多小六學生要進來都知道他一定會上這樣的課 而且一定有機會參加這樣的一個比賽 對然後就慢慢變成是我們這個學校的一個特色 所以這一切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骨牌 骨牌就是DOMINO 那DOMINO的骨牌效應 就是從一片小的慢慢撞擊到大的 就是這樣 這樣可以將這樣的一個能量不斷的給他傳遞下去 對好 那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比較快 那如果說大家之後 等一下如果還有一些想要問他 我課程的比較操作上面的這些細節 也可以歡迎大家再提問 好OK 那我這個部分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平嫂老師 那平嫂老師的簡報 我們晚一點會丟在官網上面 那有一些很好的作品的影片 不曉得評審老師有沒有放在Youtube 哪邊可以查得到 如果有的話看方便也幫我們 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有些好的作品 有些老師想帶學生做做學習的話 也可以當作參考這樣子 好 謝謝平嫂 整理出來 對 好 謝謝 那我們第二個 session 第二個部分 我們邀請到的是那個新北市新泰國中 佳玄老師 佳玄老師 我跟他認識 是在 因為他是熊女畢業的 他熊女畢業的 然後那個 第一次他是在鳳山高中實習的時候 那一年我們有幾個叫南方四創客 鋼山高中的郭明哲 鳳山高中的謝耀龍 還有我 還有那個明華國中的薛一丈 我們四個 就組了一團叫南方四創客 然後去那個 柏爾特區的那個 楊玉秀那邊 我們去參展 那時候 佳玄就是我們的文宣 超厲害的 超厲害的 超超超 超讚的 然後幾年不見 發現 哇他在科技教育上 這一塊真的是 非常非常努力 很突出 所以他實習後來代理在那個板橋 板橋那個什麼 那個我們都深刻競賽的那個學校 後來他考上了正式的教師 拿到星泰古中 然後呢 我相信英文應該很好 因為 要雙語學問班拿到教育部的那個教師證 不簡單 要V2 V2就是全面英俭的中高級 我去考過一塌糊塗 英俭初級就過了 還可以 但是中高級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但是那個佳玄老師能過關真的是非常厲害 然後他又真的有在學校用英文上課的一個經驗 然後又是很棒的一個科技老師 然後文宣又做的很美美的跟人一樣漂亮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佳玄老師來跟我們做分享 樂樂掌聲歡迎佳玄老師 大家好 我是新泰國中的陳佳玄老師 但因為我們今天簡報的內容可能有點多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講的方式就是會挑重點講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做雙語教育 然後在生活科技這門課上 今年是第二年 然後我也並不是教大家怎麼上雙語深刻課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兩年我們從不知道怎麼開始 然後到現在做到全校的非考科 都慢慢加進來做這件事 然後我們是怎麼開始做的 好那不知道老師們有沒有看過去年我們 政府公告的這一份雙語國家政策推動方案 因為我們是被要求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是被要求做雙語深刻嘛 所以我就下載這份檔案來看 就我想要知道為什麼會需要這個政策 然後我必須怎麼推動 然後我必須打成什麼願景目標 因為其實台灣並沒有英語系國家殖民的經驗 我們就算不會講英文 其實在台灣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可是為什麼硬要把一個語言 加在一個全國的教育政策上面 就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希望老師在線上必須怎麼操作 所以我就解讀了一些當中的內容 其實這個政策的用意是好的 他希望台灣的學生是未來更有雙語能力跟競爭力 然後有很多外商可以來台灣做投資 然後我們的下一代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可是呢雙語政策呢 他並不想要動到108課綱 所以在這個雙語的政策之下 他其實只是想要學生去用英文 學習就是其他的知識內容 用英語去探索世界就是相同的一些知識這樣 好 所以呢 他想要我們學校呢 是營造一個雙語的環境 並不是只有在英文課可以聽到英文 而是在整個學習的環境當中 是有兩種語言的模式 中文跟英文 然後 未來到2030年 其實每三所學校就會有一所 是部分領域實施雙語教學 那老師們覺得這部分領域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部分領域大部分都會是非考科 也就是說如果老師是綜合領域的同軍 家政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體育健康這些科目 未來就有可能必須先做雙語教學 好 然後呢 未來也會有很多的機會 跟其他國外的學校簽訂 就是姐妹校合約 所以我們的學生會有機會跟他們一起交流 但是呢 他有一個擴增雙語倫利的東西 就是到2024年 我們會培育6000年本國籍的雙語教師師資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會要求老師去做雙語的第二專長 學分班增能 你就是修完課之後 然後必須重新考聽說讀寫的英文能力測驗 然後達到B2等級 你就會有一張雙語的教師證 甚至是他也把數位學習放進去了 就是他也有讓學生在平板使用上面 做相關的補助 所以呢 他這個雙語政策啊 其實他用意是好的 然後他希望學生不要只把英文當成一個考試的科目 而是當成一個學習其他知識的工具 那要操作雙語呢 其實他有定了一個條件 就是受雙語課的老師們 英文能力必須達到B2等級 那不知道老師沒有那麼下載過這張等級對照表來看 就B2等級他到底是要什麼英語能力測驗 然後達到多少分呢 你的全名簡呢至少要到中高級 如果是傳統的多益考試呢 分數要到750分 新制的多益呢 聽力要400分 然後閱讀要385 然後剩下的就是托福考試跟雅思的考試 所以B2等級其實他的門檻蠻高的 所以現在呢 他的門檻就是開始下降了 他只要老師達到B1 就可以開始修這個二轉班 然後也可以受雙語課 所以原本的B2已經慢慢下修到B1 就對老師來說比較沒有這麼負擔 好那為什麼我們會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整個過程跟心態是怎麼建立的呢 其實說實話我們一開始是非常抗拒的 可是為什麼深科老師會抗拒做雙語這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其實就是我們也都是考試上來的嘛 我其實只是很會考試 所以我的多益有考到B2等級的830分 但是我每天講話都是講中文 可能你要我用雙語來上課 我的口說能力都還是不夠流暢的 我可能要講了好多遍 或是練習好多次 他才足夠在我的課堂上就是很順暢的講出來 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為深科是一門重石座類型的科目 但對那種學習能力 就是成就比較低的同學 他可能可以在課堂上找到一些成就感 會不會我把雙語納進來之後 學生對於這門課的喜好程度就下降了 或是對他來說反而變得很難 然後他就對這門課目沒有興趣 那第三個呢我就是抗拒的原因是因為 他備課負擔其實是提升的 因為我們雖然是有減堂數就是減結數 可是他其實是每一個學校的深科老師都不多 所以一定是會被抄中點的 那我必須被雙語課 然後教在每一個年段 就是教在同一個年段十幾個班 都要用雙語課 我可能必須查很多相關的單字啊 然後文法 然後還要順暢我的口說 然後最後就是課程的進度 其實深科在中文進度 有時候都會很倉促很趕的 更何況是雙語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開始就是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現在接受做了第二年 然後去做當中相關的計畫啊 簡報啊 學習單這些 原因是因為其實108課 剛剛大家都強調學生要培養自學的能力 那我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試試看 因為其實我們校長在推動 就是請我們做這個雙語的時候 他本身也有在學習英文 所以他自身都是有增進自己的英文能力 那老師們就也覺得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做這件事情 好 那在準備這個雙語授課的期間 我們做了哪些事呢 因為新學期要開始授雙語課 就9月的時候 所以暑假的時候呢 我們三位深科老師 是以接力的方式 上了一個Griffith大學的線上課程 那因為是線上課 所以我們的老師是一個澳洲人 然後這個線上課的過程當中 就是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 我們都是一直英語輸入 然後英語輸出 因為討論的時候 必須全程開鏡頭 討論只能講英文 然後回答問題也只能講英文 老師在給指令啊 或是提問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英文溝通 等於他是強迫老師們 在那兩個禮拜的時間呢 就是鍛鍊自己的英文聽力 跟口說能力 所以那個暑假期間 就覺得自己的英文好像有明顯的進步 好 但是因為呢 我們被派去上的這個線上課程 其實是綜合領域 綜合領域呢 也就是說是同軍 家政跟福島 說實話對深科的備課來說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可是我們在這個課堂當中 學到哪些內容呢 舉例來說 就是這個奧州的老師 他在上課前 他會把他每一次上課的單元 比方說 main end subsidary end 就是主目標跟次目標先列出來 然後暖身活動他也會列出來 所以學生就可以知道 上完這個單元 我必須先知道 我必須知道哪些事情 所以我就把這個部分的 老師的教學的模式 應用在我的學習單上面 我會把這個單元要學什麼東西 然後學完之後 你可以說出什麼 可以做出什麼 把列表寫在我學習單最前面 等一下會讓大家看 只是在這個線上課的過程當中 我們學到一些老師的教學小技巧 但是呢 同時也會有一些 比方說請學生 背出某些課程相關的單字 然後後面是用英語來解釋內容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覺得對台灣學生有點難 所以他其實只是當作參考 因為我們也有聽說過 有些老師上雙語課 是給學生一整篇的 比方說生活科技相關的文章 可是讓學生在課堂上查單字 那查單字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英文老師該做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當作參考就好 參考就好 好 或者是 澳洲老師在講地圖的 閱讀的時候呢 他也會用一些平板的活動 比方說他讓我們使用Google Map 然後從Griffith大學的地圖去走 就是走到他們的圖書館啊 會經過哪些路段 然後需要哪些座標 哪些圖力這些 就用一個活動來帶我們認識 同軍的內容 所以其實我們在上這個線上課程的時候 對生科的背課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但是卻學到的是 老師在授課的過程當中 用的一些小技巧 就是大標題啊 副標題這些 就是幫我們列出我們要學的東西 然後給我們一些平板的活動 甚至是有很多多模態的圖片 跟影片來解釋一些情緒啊 我們就知道喔 所以我們上雙語深科課的時候 可以用很多圖片 影片來解釋當中的內容 好那除了上這個線上課之外 老師的英文能力增能也很重要 所以我個人呢 在增進自己英語能力的時候呢 是下載了Google Chrome裡面的一個 擴充功能 它叫做Language Creator 也就是說你看影片 只要它的發音是英文 它就會把你所有的字幕秀在旁邊 然後如果你有不懂的單字 你只要滑鼠去碰到 它就會幫你翻譯 那個字的意思 所以這個工具呢 就變成我們在搜尋 深科相關的影片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些翻譯的工具 去讓我們了解到這個工具 適不適合我們現在課堂上面 來用給學生看 好或者是其他平板相關的 學習英文的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APP是我學習英文的一個工具 它叫做聽樂 它就是有很多英文的小說 那大家知道在看英文小說 其實最痛苦 看紙本英文小說 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去查每一個不懂的字 然後再把它拼成一整整句子 然後再去理解一個篇章結構 其實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APP裡面呢 它就把比較難的字 就是先把它列出來 然後呢下面它也會播放 它講整個故事 就變成你在聽一個故事書 然後你不懂的字可以看 左邊它已經先幫你查過的單子 所以對老師們 英文能力的提升其實是有幫助的 好可是除了英文能力提升之外 我們就還有聽一些Podcast 因為你要在課堂上講出課試用語 或講出一些英文的內容 發音可能就 我們就聽很多科技相關的Podcast 這是我個人就有聽一些相關的Podcast 然後才會知道 原來別人是怎麼這麼解釋這個機構 就會我會聽一些內容 好可是呢最重要的其實還是備課啊 就是我就算英文能力很好 我把英文能力增進得很好 最主要的還是備課 那我記得在執行雙語課的那一年的時候 我剛好是科技領域的領招 然後暑假的時候 其他領域的老師都在 越推的其他研習 之後我們被安排到 開始背深刻的雙語課 可是呢我們就會 我們就坐在 大家坐在電腦前面線上 然後不知道怎麼開始這件事 原因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做 才能不會變成像補習班式的課程 可能是好多好多英文 可是深刻的比例很少 或是第二件事情 學生能力到底在哪裡 我們不懂它的英文程度在哪 所以我們會邀請英文老師 一起來備課 然後第三件事情 就是老師的英文課實用語 到底該怎麼說 學生才會理解當下的英文指令是什麼 然後最後就是有沒有其他人做過的 教學模組啊 或課本可以參考呢 好 所以呢我們就先閱讀了那個 教育系的 台式大教育系 林子斌教授寫了這本書 然後先參考一下 就到底什麼樣的雙語課 適合台灣呢 它裡面就有幾個提醒 就是我們要營造其實是一個 雙語的環境 然後我們不能犧牲學科的知識 也就是說我整堂課 可能有英文 但是我的課程內容 主要是生活科技 雙語英文這邊只是一個 我傳達知識內容的工具 然後第三件事情就是要看 學生的程度來調整 然後最後我們要讓學生知道 英文它並不只是一個 考試的科目 它是一個就是 學習其他語言的一種工具方式 所以在看完這本書之後 大概知道 喔原來我們雙語 大概要營造成這個模式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備課 那我參考了一本國外的 設計與科技課本 這本課本呢就是 很湊巧的是我剛好 在我的書櫃裡面發現 為什麼它是被丟在書櫃裡面 然後很後來才會被發現的呢 因為我得到這本書的時候 是我跟鳳山高中的 謝耀隆老師實習的時候 他剛好有一本英文書 然後我去列印出來 可是當時並沒有雙語政策 所以這本書就一直被 放在櫃子裡面掌灰塵 我從來沒有翻開過 直到校長就是邀請我們 做雙語的時候 我才想到啊 我好像有一本 國外的設計與科技課本 所以我就把這本課本翻開看 然後發現裡面大部分呢 是很多的圖片 它用來解釋英文的文章 其實很少 大部分都是用圖片啊 活動啊 來帶它科技的內容 想傳達的知識 所以我就 我們就決定 就是我們的課程內容 也是用很多圖片影片 然後動畫的方式去解釋 深刻的內容 不要用很多英文的句子啊 或是一整段文章去解釋 好 所以呢我們在講 雙語深刻刻的時候 我們就先從課示用語 來下手 那怎麼下手呢 其實我們也有搜集 相關的資料 學校印了一本 台詞大公開的課示用語手冊 可是呢你就會發現 課示用語手冊 並不是所有的句子 都很符合老師的使用習慣 比方說我每次要開始上課 我可能並 我的習慣可能並不是說 It's time to start now 我可能並不是習慣說這一句 所以就算我們看了別人公開的 課示用語手冊 我們還是習慣 把自己習慣講的話列出來 比方說深刻的上課習慣 是所有的學生在進教室前 或在深刻教室排隊 然後點名 所以我的使用習慣 我就會問他們說 今天誰有來誰沒來 所以我的課示用語第一句問學生的 會是 Who is not here today 就並不是他們公開的 就是什麼上課時間到了 開始上課這些 或者是我們的指定是 我想要讓學生進教室的時候 先開窗戶然後回座位 我的課示用語指定就會是 Open the windows and go back to your seat 就是這是我使用的課示用語 所以並不是在公告的課示用語手冊之後 我們的每一句都用手冊裡面的內容 我們是把我們需要的東西列出來 然後用在我們的課堂上 或是我們的深刻 雙語課其實是跟平板結合 就是我們每一節課都使用平板 所以我在宣答指令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說 OK Team Leader Please come here to take the iPad for your members 我可能用的指令就會是拿iPad 然後登入Google Classroom 或是登出Google Classroom 就是我把我需要的課示用語列出來 但是我並不會在上課前教學生說 OK 只要我講這一句 Log in your account 就是你要登入你的帳號 我並不會事先教他們 我是很自然的在課堂上說出這一句話 學生如果聽不懂呢 我就會把速度放慢 OK Team Leader raise your hand 然後呢 Go to take the iPad 然後就用手去指向iPad的方向 然後請他拿給他的組員 所以我們並不是花了某一部分的時間 去教學生 這句句子的指令是什麼意思 我們是很自然的 讓他在課堂上面聽到 然後如果他聽不懂 我們就放慢速度 然後用一些肢體語言啊 或表情啊 或直接拿起來實際的東西給他看 讓他去習慣這個指令 那第一次一定會花很多時間 在熟悉老師的指令 可是一整個學期下來 只要我每次說 Team Leader raise your hand 然後Come here to take the iPad 就是他們的組長其實都是知道 現在該做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老師們想要開始做雙語聲科課的話 其實課使用也是一個很好下手的地方 好 那我們學校的雙語環境呢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剛剛子冰教授裡面有說 其實我們建造的是一個雙語的環境 我們要讓學生在英文課之外的地方 也能有英語的環境 所以我們的聲科教室佈置呢 就會是雙語環境佈置 我知道有些學校的佈置方式呢 是把工具的名稱跟工具的照片放在一起 然後印出來貼在各個工具的箱子啊 或掛板上面 但是我們學校是怎麼做呢 我們把每一種工具分類 比方說鉗子類 比方說安全防護類 它就按照顏色分類 所以只要我說 OK team leader please go to layer to take the caliper 他就要去查 右上角這張表 caliper是什麼東西 然後去對照那個顏色 拿老師需要的那些工具 到他們的座位上 所以我們學校的雙語教室佈置是 用顏色分類 然後讓學生去用查表的方式 找他需要的東西 可能真的蠻花時間的 因為其實我用中文宣達 去拿槌子去拿什麼 他可能就可以馬上拿到 但如果雙語是要讓他練習 就是有一些英文的輸入跟輸出的話 其實給他多一點時間去拿也無妨 就是因為他看同學拿 他其實也知道 老師現在的caliper 是哪一個顏色的哪一個 他會去查表 就是拿到他想拿的那個工具 好 或是在我們的教室門口 其實我們就把一些 安全的守則的東西貼在門上 所以學生跟排隊的時候 其實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比方說 Tie out your hair 然後wear safety goggles 然後什麼work a prong 這些工作服 其實他可能一開始看 不會看懂 但其實老師上課 都會重新再解釋一次 安全守則這些 所以就是讓他們熟悉 就是門口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後面的工具 也是用英文的方式去呈現 甚至是機械的操作規範 其實我們也有做相關的雙語布置 可是為什麼這邊 我們會用大量的 就是中英文對照呢 因為我們覺得句子對學生來說 可能會有點困難 但如果他看不懂 其實這個布置對他來說 就沒有效果 所以我們在比較難的操作規範上面 其實還是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 讓他去理解 所以這整個呢 就是我們的生科教室 用雙語布置的一個情形 先可以先讓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未來老師們想要做雙語布置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種做法 好 那我是怎麼準備一個雙語教案的呢 我可能會講有一點點超過時間 但是我就以我準備一個雙語課程的方式 來跟老師分享我是怎麼收集資料 然後背我的課 我就以康軒課本就是 動力越野車為範例 其實我背課的流程呢是這樣 首先呢我會收集各個版本的電子書 然後列出單元大概要說明的內容 那有老師就會說 我不能把我中文的東西 轉成英文就好嗎 其實會有點困難 因為你會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解釋那個東西 然後用雙語的方式 所以我的方式是 我先收集各個版本的電子書 然後列出單元大概要說明的內容 接下來呢 我就會把這些內容 轉成英文的keyword 然後呢用這些英文的keyword 去收集各式各樣的教學資源 比方說可能是很簡單的影片 可能是網站 可能是某個平板上面可以模擬的app 然後我就把上課要做 要講的東西列點 就收集完這些資料之後 列點拼湊出我這個單元要上的東西 然後我才開始做我的教學簡報 才開始做我的教學學習單 然後我們學校呢 是一對一的方式 就一個生科老師對應一個英文老師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固定窗口的英文老師 可以幫我修改我的簡報跟學習單 然後去看我現在這些單字 有沒有符合我那個年段 授課學生的英文能力 如果有的話 他就會告訴我說 喔這邊他們應該聽得懂 但如果沒有呢 他就會建議我在後面 給上中文的解釋 他就有點像是wordbank的概念 就讓他理解 喔這個單字不是我現年段會學的 但是我可以透過生科 可以先知道這個字的意思 然後呢修正完之後呢 才會正式上課 使用這份簡報跟投影片 好所以大概的流程會是這樣 首先我就會搜集各個版本的電子書 然後先去看一下 比方說動力越野車裡面 它有講齒輪 我就會知道喔 那我每一個版本都有講齒輪 我的重點就會放在機構 就是齒輪機構上面 好接下來呢 我就會列出大概是要說明的內容 比方說齒輪是什麼啊 我要怎麼解釋齒輪 齒輪的轉向 然後鏈條這些轉向 我要怎麼解釋 有沒有貼近學生生活的齒輪物品呢 或是有沒有可以在平板上面 模擬的軟體 然後扭矩跟齒輪齒數怎麼解釋 然後怎麼把前面學過的齒輪 只是用在實作活動上面 我會先列出大概我要說明的內容之後 我就把這些內容呢 轉變成英文的keyword 比方說gear 比方說mechanism 機構 比方說gear simulator app 4Kids 一個齒輪的模擬app 然後4Kids的用意其實是 你只要加上4Kids 你就可以收集到很多很簡單很簡單版本的影片啊 或是學習單 或者是模擬的軟體 因為4Kids你搜尋到的東西 通常都是符合國外年段的幼稚園 或是國小階段的兒童 但其實這些東西呢 它的英文程度並不會很難 所以放在國中階段呢 學生一定可以理解當中的內容 或者是什麼type of gear chain and gear 就是把我要講的東西呢 先全部的keyword 英文的keyword先列出來 然後我就會開始收集大量的資料 比方說我需要的影片 我需要的動畫 然後我需要的網站 然後我需要模擬的app 我都會先實際測試過一遍 確定好沒問題 這些東西就是我需要的 我就開始把我的東西列點列出來 那這個也是我常參考的一個網站 叫做Teach Engineering 就是它有很多別人做過的簡報啊 或是學習單可以參考 然後下載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老師們想要備課 參考一些雙語資源的話 國外資源的話 這幾個網站都是一個蠻好的管道 好 所以我其實就是在收集一張 然後拼湊出我想上課的內容 那這一頁投影片呢 就是我的學生上課的時候會看到的東西 Today's Outlines 我就會把我上課的東西列點ABCDEF 大重點keyword先給他 好在A部分呢 我要複習我們青年級 可能之前講過的 基建啊機構啊機器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B部分呢我要介紹的東西叫做gear trend 然後C部分我要介紹的東西叫做idol gear 可是呢老師可能會說這個英文對學生來說太難了吧 好所以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的學習單上都會有中英文的大標題 所以我在讓學生看到這一頁投影片 Today's Outlines的時候 我就會跟學生說 OK Can you tell me in Chinese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part A 就是A部分我們要說什麼 我會請他去翻閱他的學習單後面的中文翻譯 然後請他用中文告訴我A部分我要講什麼內容 所以這個是我會先讓學生知道這節課要學到的東西有哪些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 那把這些我要講的內容列出來之後呢 我才會開始去做我的簡報 可是我的簡報上面呢 並不是把我收集到的所有資源 就是整個複製貼上去 因為複製貼上的英文東西 學生一定會沒有興趣 所以我的簡報上面都會是很大的圖片 然後呢可能只會有一句的英文句子 或者是一個英文單字的keyword 就是老師可以看下面那個修正袋啊 然後上面也只有一個英文單字 手錶啊 然後電腹器這些都只有一個英文字 所以我的簡報其實並不是所有的英文 我查到什麼內容就貼上去 所以在受雙語深刻課的時候 其實很仰賴老師去上課的時候解釋 就是你收集到的東西 好那簡報做完就是大概也會長這樣 就是一整個簡報上面會有很多圖片 可是只會有一句的英文 所以老師上課就要解釋很多的東西 好那這是我的簡報 或是這個簡報 就是我要去解釋相鄰的兩個齒輪 碰在一起 它可能轉向會有相反方向 就是一個是順時針一個是逆時針 我就會用畫的方式畫出來 然後先讓它知道轉向的差異 一個是anti-clockwise 一個是clockwise 就是順時針一個逆時針 然後有主動跟衝動之分嘛 就是有driver gear跟driven gear 可是呢我老師會問說 那我需要去解釋driver是主動 driven是被動嗎 其實不需要 你就是把後面的翻譯給他 什麼是主動 什麼是衝動 告訴他就好 因為解釋那些被動啊 主動其實是英文老師的責任 所以我只要把我想講的 那些driver gear跟driven gear 告訴他就好了 好 所以這個是我的學習單 每個學習單的大標題都會是雙 就是對照 比方說 chapter 2 mechanism gear 然後我就是介紹齒輪機構 那左邊的outlines 就是剛才的簡報上面他看到的 我要講的ABCDEF這些單元 右邊呢其實是一個chat list 為什麼我要放這個chat list呢 因為他其實是跟左邊相對照的 比方說A部分講完之後 你下課前你回去看這個chat list 你能不能說出來 複習 說出來什麼是基建 什麼是機構 什麼是機械 然後第二個叫做gear trend 輪系 他下課前能不能說出來 什麼是輪系 然後能不能說出來 什麼是墮輪 然後墮輪的功能是什麼 齒輪比是什麼 然後齒輪的種類有哪四種 然後是怎麼運動的 所以其實我的簡報 我的學習單上面會有那個 先讓學生理解 就是這兩節課要講什麼內容 然後回頭可以用什麼方式去檢視自己 有沒有學到生科相關的內容 所以我檢核的方式是用生科的角度去檢核 並不是去檢核他有沒有學到gear這個字啊 mechanism這個字 並不是 我只是去檢核他有沒有學到生科相關的內容 可是我的大標題keypoint 給他的是英文的概念 比方說gear trend idolgear這些東西 好 然後這就是我整個學習單 所以上面其實還是有很多圖片 但老師可以發現灰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大標題中音對照的地方 然後主要在解釋的內容上面 還是用中文去解釋 比方說下面的基建啊 機構啊 機械這些 還是用中文去解釋 然後後面會給他一些圖片 但是主要的內容都是中文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學習單都用英文 就是雙語獸 可是學生一定沒辦法理解 所以還是有很多中文的成分在上面 那大家可以發現我的學習單都是很表格化 就是一格一格 因為我們是列出ABCDEF嘛 所以他只要看上面打灰結的部分 他就可以知道老師在說哪個部分這樣 因為我試過就是把所有的文字啊圖片啊 用那種很條列式的方式去列 其實學生後來會找不到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一格一格把它放好 就像吃便當的格子一樣很清楚明了知道 現在老師到底在講哪些地方 好 那這就是我的 我的那個學習單的部分 主要是下面有些小組討論的活動 我可能會問他說 電動滑門是怎麼動作呢 How does it work 他可能就是要講出來 或是上面的齒輪機構 他就要回答用英語的方式去回答 好 那還有其他教學單元的分享 我可能就讓老師們快速看過一下 比方說 我有上過一些科技的定義啊 青年級上科技定義 我也是用了很多很幼兒的方式去帶他們 理解什麼是科技 比方說他可能會看這些好多圖片 然後圈圈看什麼是科技 什麼不是科技 他就先用猜的方式 那老師可能會覺得幼兒真的有 圈圈看連連看的方式很幼稚 可是其實他透過這些圈連 然後我們再告訴他答案 我找的影片呢 都是後面打了4Kids找到的 所以他很簡單 比方說這個影片我要解釋什麼是科技 這影片的內容呢 他其實就是很簡單的敘述出 就是東西只要讓生活更便利 然後解決人的問題 他就能夠被稱作科技 所以播放影片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會把影片暫停 然後我就會問他 問學生說 ok so what is technology 然後學生可能就會只是回答單字 easier and soft problem 他只會回答這兩個單字 所以我就幫他串起來 就是things created by humans make our life easier and soft problem we can code them technology 我就是幫他們串起來這些內容 但後面的影片內容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些圖片 所以呢 用4Kids搜尋到的資料呢 其實是很適合用在雙語課堂上面的 好呢 其他的單元內容 可以讓老師稍微看一下 比方說我介紹各式各樣的科技的種類 我就讓他們用卡户 那卡户呢 其實我的問題是中文 因為我覺得學生看不懂中文 他根本就不會選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就把問題用成中文 然後學生在用卡户選的時候 他的選項就會是英文 那看不懂怎麼辦呢 因為每個問題都有三四十秒的時間 他就回去翻他的學習單 然後去翻 到底什麼是transport technology 他就去翻剛才上課的內容 那這張照片 就是我們學校上升科課的場景 就是我們是一人一台平板使用 然後每次上課都是 用平板來模擬某些東西 然後或者是發表某些內容 就是我們有讓學生上台發表的機會 所以這邊也可以介紹一個 就是我們讓學生上台報告科技的 過去現在未來 學生呢用Canva做簡報 然後上台報告 其實我只要求他們就是 past now跟future 這三個過去現在未來用英文 可是學生呢他主動 讓他的簡報變成雙語的 比方說他們介紹一個鏡子的過去 他就自己去查了 ancient這個字 然後現代的鏡子呢 他就自己去查了 modern這個字 其實可能完全不符合他們青年級的英語能力 可是他在做這個簡報的時候 他想要讓他的簡報比較完整呈現雙語 所以他做出來的簡報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學校有比較特殊的學生 是因為他是語文只有聲 就是我把他們的個子擋起來 他是語文只有聲 所以他的簡報是全英文 但當然這個是例外 因為他的語言能力真的很好 所以他有機會上台發表的時候 是用全英文發表 但那個作業其實是分組 所以當時在發表的時候 其實是他用英文發表 然後他的同學跟他同組的人 是用中文在旁邊輔助說明 所以我們雖然輸入了很多英文雙語的簡報啊 學習單 但是我們還是有給學生機會 開口說英文 就是他還是有輸出的機會 好 那這是我大概上的一些內容 那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跟老師介紹一下 比方說我之前帶學生做了一個 一個木頭的那個捲筒衛生紙架 然後我們就是要 那我怎麼做呢 我就是給他們一個雜誌的連結 這雜誌的連結呢 其實是介紹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捲筒衛生紙架的設計 可是他要理解別人為什麼會有這個設計 他就必須去翻譯那個作者下面的英文 小小的一段篇就是小小的一段文字 但他用Google翻譯也沒關係 至少我要讓他知道 我要讓他知道的是 他有去理解別人的設計理念 然後我們的做法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一桌四個人 每一個人選一個不同的衛生紙架 然後去翻譯人家的內容 然後告訴同學 剛剛我看這個設計 為什麼他會這樣設計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設計的想法 所以其實我並不是去考他 什麼Tissue holder怎麼拼啊 然後哪些工具的單字怎麼拼 這些我是用 我是用那種英文 就是給他國外一些資源 讓他去理解生活科技這個科目 或者是在講工具的時候 我用Google site做了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他們就有點像是 學生的拼圖學習法 每一個學生學不同的工具 那學哪些工具呢 就是按照他的英文能力來分 比方說我的英文能力很好 我學的工具就會是caliper 優標卡詞 那英文能力程度不好的人 他被分配好的工具 可能就會是鋼匙啊 鉛筆啊 這些簡單的工具 那我也是找那種很簡單的影片 給他看 所以呢 我就給他們各組呢 30分鐘的時間去學習 你被分配到的那個工具 然後時間到之後 你再花20分鐘的時間 去教你的組員 你剛學到哪些東西 然後整組呢 會一起完成一份任務的班子 然後老師最後再做收尾 所以其實在雙語課堂上面 我們做很多分組的活動 就是讓組員之間互相帶對方學習 然後老師做的事情都是收尾跟統整 幫學生統整內容 所以我們的課堂上 學生是做不一樣的事情 就每一個人拿的工具不一樣 然後學習當然也是有很多連連看的方式 可能看到這些老師就覺得有點誇張 就是這個英文的量 怎麼可能符合國中學生程度的 理解程度呢 但其實我並沒有要他理解每一個字 我要他做的事情是先去猜 每一個工具它的用途大概是什麼 比方說左邊 第一個 他這樣看這個字 他可能不知道是什麼內容 所以就會用我們剛剛的那個網站 就是他就會去翻那個網站 因為一人一台平板 他就會翻那個網站 哦 原來needle nose player長這樣 那它的功能大概可能會是什麼呢 就他先連連看 這是我們在教工具之前 先讓學生做的事情 就是先去連 先去猜那些工具的想法 可是右邊呢 就算是很難的單字 我也會幫他用中文的解釋在後面 所以就算他看不懂整句話 他也可以從當中的一些小小的片段 去猜到那個工具的用法 那比較難的工具內容 其實我們還是用中文去解釋它 所以並不是所有東西變成英文 它就叫做雙語 還是要有中文解釋清楚的部分在 好 然後最後跟老師們分享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實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做一個衛生紙架 然後會有上下前後左右 剛好七年級他們有學到 就是東西的介系詞 比方說on啊 in啊 before after 這些東西 我就讓他們在木板上面畫圖的時候 寫上left right top button 然後front跟back 就上下前後左右 所以我們在實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他說 好這一片是哪邊 他就要把它標示left的那一片 就拼在左邊那邊 所以我們的雙語其實並不是只有 知識性的部分 他在實作的時候 他也要標示清楚 就是他想要呃呃呈現那個木頭的位置 就是也是用雙語標記這樣 好 那这就是我们学生 实作的成果 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机构的部分 可能比较没有时间讲 但是可以跟老师们 分享一个部分 就是在讲那些机构的时候 大部分老师会做那个 秃轮玩具 可是我觉得用秃轮玩具 来解释机构这件事情 其实学生很难理解 因为机构明明是生活当中的 机器都会看到的东西 可是他理解这个机构 竟然是靠一个玩具 然后学生理解的玩具的内容 大概就只有那些动作 所以我让他们做的是用平板 然后用一个模拟的软体去做它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平板上面 看到这个机构 它是怎么产生动作的 所以我们后来的实作 就不是秃轮玩具 他们的实作是用积木 拼成一个连杆的 垃圾桶盖 然后去分析 为什么我的脚踩 那个垃圾桶的盖子 踏板 但是盖子是往上翻开 就是他要去分析 那个连杆的动作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给他 用英文说明书的方式 去做出来 那这大概是我们学校 在操作双语上用的一些办法 就是用了很多平板的资源 然后英语说明书 课式用语的指定 然后用了很多一些 英文的模拟软体 就是让学生去操作 好主要我还要想想一个部分 就是行政支持 因为我觉得双语这件事情 落在某一个专科老师身上 其实是有点不合理的 因为是全校都会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双语计划才会推动的成功 所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校内 是怎么样进行双语这件事 其实我们的情境布置 除了生科教室的布置 是双语之外 我们的课表也是双语 然后我们的指标 比方说校长是怎么走啊 人事是怎么走呢 也是双语布置 然后生科教室也是双语布置 甚至是我们的广播也是双语 所以学生会听到什么 就是什么学务处广播 他们是这样在操作双语这件事 然后生起也是 私宜也是用双语 我们的原油会海报也是双语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外师 所以我们就给外师一笔钱 让他去每一个摊位买东西 他就要跟外师 学生就要跟外师对话 然后下礼拜圣诞节 我们学校也有办双语的闯关活动 所以并不是只有 生科这门课在做双语这件事 或是英文课听得到英文 这是我们全校的环境 也是有英文的成分在的 像我们生科科音乐科辅导科 都有用双语 然后也有英文图书馆 就是让学生阅读全部英文的书 对那这是我们学校行政方面 然后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英语标示这样 然后中间那个About Us 是我们外宾来参访的时候 国外外宾来参访的时候 做了那个全英文版的DM 就介绍我们学校做了哪些事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英语的网站 这些东西来辅助 其他学校来认识我们学校双语的操作 所以并不是只有某一个课堂的简报 课试用语 然后学习单试双语这件事 其实我们全校都有在 想把整个环境变成双语 这样老师们在操作课程的时候 学生才不会觉得 这堂课听到英文很奇怪 那以上是我大概简略的介绍了一下我的课程 那详细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解释的很清楚 就是其他细节啊 结合平板是怎么操作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再跟其他老师分享一下 好谢谢大家 太赞了 我们谢谢那个佳萱老师 哇真的新北市的这个新泰国中 很棒 有机会我们真的要去现场参观一下 这个环境啊 广播啊 刚刚又老师提到 就是城乡差距好大 那个都市学校跟我们乡下学校 差很多 但是我们一甲国中算 非三非四半乡下 我们的那个广播也是英文的 我们的那个课间广播也是用英文的 所以我们怎么做 就是中文再找Google翻译 然后再把路程声音 然后放到广播系统里面去 就这样子 常常听久的 大概就知道那个意思了 大概听久意思 他就是不断的要去请进布置 我觉得这个很蛮重要的 那刚刚教学老师分享了很多的一些 教案跟他的一些教学的样态 最主要是什么备课 我觉得这一块对我们来讲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总是要站在巨人肩膀上 那佳萱老师 你的那个学习单超赞的 能不能公开分享一下 如果学习单 没有 我意思是说电子档 直接公开握门档 我们改校名比较快 我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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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些那个好的一些办例的教案 跟那个学习单 这个都超赞的 包含你那个什么 教室情境布置 双影布置 那个如果电子档 我们来马上硬 马上就可以用了 那个最好 我相信科技老师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如果方便的话 大家看看老师可不可以 把它放在一个云端 然后分享网址给大家参考 那这样子 站在巨人肩膀上面 我们真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会比较轻松一点 这样子 我是自私 我是为我自己 因为我要教教 好 太赞了 谢谢佳萱老师 太棒了 好 那佳萱老师 那你可以先把简报 先稍微暂停一下 先暂停分享 好 那那个 各位老师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留言区或待举手 那我们 我们刚刚有说 我们在两位老师分享完之后 我们要先来拍 那个大合照 那如果老师 你方便的话 在安全无语的情况之下 你开镜头 有老师可能还很辛苦 在开车 在开车 那你就 就安全低 不要为了拍照 然后就发生意外 安全低 如果方便的话 就麻烦你帮我开个镜头 开个镜头 那我们要来三连拍 我看到我们的学长 昆龙学长 用英文 他是英文 他也是英文老师 也是科技老师 下次应该找昆龙学长来分享 那个超赞的 好 昆龙老师 那我们一样三连拍 三连拍 第一拍 第一拍就是比赞 第二拍比业 第三拍比爱心 好 来 如果方便的话开镜头 准备第一拍咯 来第一拍比赞 大家比一个赞 好 准备了 换第二拍 因为这种电脑截图比较慢 所以我们第二拍 大概再过个五秒钟 来第二拍 我们要比耶 比耶 大家比耶 准备要第三拍咯 第三拍叫爱心 啾咪 你要比这样子也可以 你要比小爱心也可以 第三拍 因为我手要按荧幕 所以我不能够放到头上 来 第三拍 准备咯 啾咪 好 太感谢了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是 每一次最精彩的这个就是在 互动 就是这个综合座谈 这个QA 我相信刚刚很多老师听完之后 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想法 像我们昆龙学长 说他维珍七年 带着小朋友 每天90秒的广播 昆龙学长 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学长 昆龙 昆龙学长 开个麦克风 跟镜头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晚安 看到那个嘉宣真的是好厉害啊 学长安 真的好厉害 我在苗栗科技中心 可不可以请嘉宣来讲一场 有听得到吗 可以啦 我帮他答应了 可以 没问题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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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手机剩 手机剩两%的电 我马上会没电了 没关系 我们会在群组 那嘉宣你到时候 再把你的那个联络方式 电子邮件啊 手机啊 号码啊 然后就给我再传给学长这样子 相信有大家很多需求 现在你会很忙哦 对啊 就我觉得前面有这个超级强的学妹 已经做那么多了 那我们那个这个别人做的很好的作业 我们要拿过来抄一抄 大家都当过学生嘛 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能够留下来的 都是很认真的啦 但是认真要有效果 觉得那个学妹真的太强了 厉害 厚生可畏 就这样子 剩1%了 等一下要断电了 把它关掉荧幕跟镜头了 好 谢谢学长 谢谢学长 那个我们今天两位讲师分享的这个简报 还有相关资源 到晚一点我会把它放在那个官网上面 还有今天晚上的这个课程的录影 我会放上去这样子 但是拜托各位哦 你要出来选举的一定要标明出处 要不然你会被挖出来说你抄袭 所以你要特别要指定就是那个 心态国中陈嘉宣老师提供原著作 还有你要提供 你要特别讲说是那个 那个云领的斗六国中 那个推股牌的那个原创 你记得要标注 要不然你可能会被要选举被挖出来 要特别小心 好 那各位老师 有没有要做一些提问或分享的 准备的请举手 你们学校已经开始在做双语准备的请举手 连那个澎湖美兰老师也有 好 手放下 谢谢 好 那各位你会发现 这个政府的政策 中央的政策一直落实到末梢神经各个县市 他把V2降低到V1了 那我应该不要再考中高 直接考中级就好 应该比较有机会过关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棒的 那再加上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领域学们 很多都来自国外 刚刚那个靖岳老师的分享 什么Estable 这些工程师国外的一些网站的一些教材 其实我们直接把它拿来应用 其实是还蛮蛮快的 那国外有很多的一些英文拍的一些教学影片 也很清楚 只是你怎么把它变成中文化去呈现 我比较厚脸皮 为了要教作业 所以我也自己拍了一个自保持的英文 但是后来被人家纠正 英文发音非常不标准 后来慢慢在不断的修正 那也要再做什么双语的教案 这个部分 那刚刚那个嘉宣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点子 就是说你不要被教科书里面的 这些制定的教学内容绑住 你只要抓住他的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然后教科书要引导的这些内容 然后找到你适当的素材 你一样可以做得很棒 他刚才讲到 像有教科书是用那个秃轮玩具 那我个人认为秃轮玩具 会花太多时间在做木工 所以我们重点应该不在做木工 会在讲机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说用刚刚他讲的那个 一些工具的介绍 或是用积木 或是用刚刚那个评扫老师 所介绍的那个推股牌 这个部分其实都一样可以讲到 那个机构结构概念 但是我可以换不同的教学活动 那如果你要融入双鱼的话 你也可以做很多的一些的运用 那我觉得跨领域这一块在做积木 这一块是很棒的 那像我们高雄有在推就是科技创意积木竞赛 就是以前的那激光网 那激光网的部分 他就是用台湾厂商做的那个制高 制高的部分 里面一样也是从第一关 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 我去年第一次他学生参加比赛 我觉得蛮好玩的 而且学生的门槛又不会很高 然后过程中 你可以把科学原理运用进来 甚至把绿能融入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让学生从过程中设计 那这个部分他是机构结构结尔 那但是他都是用至高的积木 那平嫂他们做的这一个推补牌很棒 他用了很多是自己制作的 木制的这个机构 超赞的 那我们这一个的部分是 还让学生去思考 怎么上到下下到上 然后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任务导向 然后用他所学的这些能力 还有去解释科学原理 那让人家感动的是 一个学习章的孩子可以变成全线第一名 这个是非常让人家感动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这个学科 实际上应该是让一些学习成就落后的学生 比较有展现的机会的一个学科 如果现在我们把双语纳进来 会不会造成就是说有部分的学生 本来语文是不是能力是不好的 但是他在动手做能力上是比较强的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要去做一些思考 刚才嘉宣老师说 他让学生做发表 他们是中英文配合 有的学生讲英文的讲中文 这小组合作很棒 有的人很是动手能力强 有的人语文能力强 用听过的方式 用分手的学习 这个策略模式也是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些 思考跟应用 那个智英老师 我们的投影片会放在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官网 那个有没有老师帮我一下 帮我可不可以帮我们群组去拉一下 那个WeTeach的那个官网贴在这边 因为我的老师可能是从脸书 或从其他群组看到 他并没有在我们DNTC的那个Nine群里面 他比较不清楚 我们从去年开始努力一整年到今年 我们的每一场的线上共备都有全程录影 讲师的简报都有公开分享 都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anytimeanyway 你要去做补课 你要去做运用都可以 但是麻烦就是诸作群 人家的东西 你要给他做名出处 这样子就OK 那那个灰青老师 嘉义士的那个科学168超赞的 我有一次前几年我也去那个嘉义士 去做分享 那时候做那个所谓的那个特斯拉 那个特斯拉 然后做了摆摊位 那个嘉义士在每一年在科普活动上做得很棒 也做了一些积木的竞赛 那那个各位老师针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积木 或者是双语教学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想法要跟大家做分享的部分 在座有很多是国小老师 有是资讯科的老师都都可以 你有任何的想法都都很棒 都很棒 包含接下来我们即将面对到的就是平板的资讯融入教学 刚刚嘉义士有提到一点 平板实际上可以辅助我们学生做那个双语应用很棒的一个工具 应该平板不是不是只是拿来投票了什么那个点ABCD 实际上是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工具 像前几次老师有反映到说 申科课没有电脑操作很麻烦 那现在平板就可以帮我们做了 像有一些刚刚讲的gear齿轮模拟的部分 那你就是用现在的工具都很方便 都网站化的 他只要用一支那个触控笔就可以去控制 或是加个小键盘就会控制 用手指头点比较方便 那个手比较大比较不方便 这样有很多的一些网路工具 都可以帮助学生做互动式的一个学习 我觉得这也是蛮棒的 那刚刚志云老师你提到了说 分享影片放哪里 就是放在那个核心 刚才在留言区有贴的这个地方 核心有贴的这个地方 我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好了 因为我们成校呢 我们的生科教室有三间 然后我们三间生科教室里面 都有30台的平板 跟30支Apple Pencil 所以我们在画任何的设计图 我们都会希望学生用平板来画 然后全校其实是有600台的平板在操作 可是我们全校呢会 就是大家因为都用平板上课 所以我们全校有四五十个老师 是去参加那个Apple的Apple Teacher认证 就老师们如果想要用平板 跟双语结合的话 其实可以去申请看看 那Apple Teacher的认证 就是去线上做一些测验 就可以得到认证这样 谢谢佳萱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那个靳悦也在线上 靳悦你要不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因为靳悦他们永和国中 好像在做双语这一块 也蛮有蛮多在场域布置的部分 因为有些想法 他刚才靳悦也分享了一些 国外的一些资源 那个部分蛮棒的 靳悦要跟大家说一句话 靳悦 欢迎 我跟佳萱是同一个校长带的 所以我知道我们校长认证 我想请教佳萱 因为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教室都很多 我们教室是共用的 所以当教室上一节课 桌上被弄了很多白胶 这样平板怎么弄 还是说你们课程会拉一起 其实我们 我们也有 共用教室的情形 但是因为我们人少 我们就三个老师 所以我们就是会 收好才换下一班上课 就比较没有 所以你们的加工跟那个平板 会是分开的 还是会 是一起 是一起没错 是一起没错 但是我们加工时候 平板会收起来 就是先让学生用平板之后才加工 OK好谢谢 我只是想要问这个问题而已 然后双语教学我不行 然后非常钦佩平沙老师的这个 这个从这个地下室这样子重新 把科技领域的这个落实 这个很不简单 因为平沙老师跟我是战友 还有另外一个沈亿诚老师 我们那时候一起考云林的 所以 所以我对平沙老师做的事情 都一直都会 很关心这样 对就是觉得说 这个前辈很厉害这样 那过去也邀请过两位来分享过这样 那我觉得刚刚我跟坤农老师在 私下在赖 我就在想说 其实双语教学这件事 对科技领域最大好处就是一个保障 因为有一个双语罩在这边 你科技领域太容易被夺走了 他就跟你说这个考课不用双语 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 有得有失 所以你失去一点时间 但是你又得到更多吧 我在想这样 或是说不定有的人 教一教觉得 好像双语还蛮有趣的 还有机会跑去国外去教 那个国际学校 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很棒 那可是我知道他 那个学生 他以前是念美国学校的 所以 对他而言 科技课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在思考 像我们那个高中 苏鼎晶老师他们那个 代表人出国去比赛 其实都在讲英语 所以要去跟队员沟通 所以基本上 假设中学可以把双语 跟双语科技这件事情 弄得很自然的话 或许对科技领域 是一个加分的提升 那我自己是一直 也很想去充实 很想跟各位看齐 对 我想明年试试看看双语教学 但是就先试再说吧 大家加油 大家辛苦了 谢谢上宾 谢谢 好 谢谢敬越 那刚刚今天也给我 Cue到那个FRC 那我这边就 就讲一下我的经验 因为我们是 我是FRC7741 我们创团的教练 然后带高中生 就是从无到有 然后怎么去募到100万 找到经费 有注册费 有设备 然后再带一群学生到澳洲 去参加比赛 那很幸运的 又败部复活 又变成备取冠军 又到美国去参加 这一个世界的盛事 那在那个国外的场合之下 全部都用英文 那学生在准备过程中 也都是用英文 在跟国外的人 在做沟通 然后我们要写 英文的工程笔记本 那英文的商业企划书 然后很多的文献 就是从国外的网站 去爬文 去看 那这个真的会给很大的刺激 那在这个之前 在我接入FRC这个领域之前 我们早期都在做创课 那创课我相信很多的老师的一些好的灵感来源 都是来自国外 就是来自一些人家分享的部分 那我 我也很厚脸皮的去抱着日本东京的那个 Maker Fair的参展 我也录取了用普通工的英文 然后去日本的网站去注册 注册完之后呢 录取了 然后很勇敢的就飞到日本去 那也用很骷髅工的英文 然后去跟国外的人介绍 他们觉得很magic 台湾的台湾的怎么也可以玩得这么的开心 我看到在座各位很多都是在做创课 做这些部分的分享 有的时候我们把视野走到国际去 你会发现就不一样 以前我也很讨厌英文 但是自从我读了博班 但是没毕业 但是就出去到国外之后 像我第一次博班 给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 让我到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去发表论文 天哪 什么都没有经验 还要叫英文讲 那赶快恶补 找英文老师恶补 那也就是创造的就是奇迹 就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两篇的英文 一篇教授在一篇教授不在 那个印度的教授就一直用英文问你 听不懂 那想办也要凹过去 后来自己勇敢 自己报了香港的理工大学的研讨会 自己去了 然后你再问你要不要当缺帅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缺帅 我就给他答应了 还要用英文主持一场的国际研讨会 天哪 怎么会这么的傻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走出去国际的视野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那真的不一样 像我们都有在疫情之前 我们都有做国际教育的经验 有机会去接待日本的来自印尼的 来自其他国家的这些师生 那你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学生的国际视野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是一件好事 我们先不要限说说好难 怎么样 你先思考一个事情 当我们有国际视野的时候 你把英文不再只是一个学科 而是一个工具 我慢慢会把英文不再当作学科 是变工具 跟中文一样不再是学科 是工具 数学它可能就是工具 自然科学变工具 社会科学也是工具 那我像我在学双语课程过程 有来自各个学科的老师 像你还要用英文去教中文 用中文课来做双语课程 历史课用双语课程 你教的是台湾的历史 跟中国大陆历史 国外人根本不撩你这一些 那你怎么样子去变成有国际观 那我觉得科技领域对我们来讲 是最容易有国际观 最容易去跟国外做接轨 最容易过接轨 从高中的FRC 我们国中阶段的一些 的Design and Technology 就英国系统的 这一个科技教育的部分 你可以透过这一样 就可以认识很多的一些朋友 像我最近在做养蜜蜂 那个叫Beankeeper 就是养蜜蜂的国际社群 也很多啊 我们的那个1000多人的大社群里面 每天都有一个 张老师在分享一些国外的人 在养蜜蜂的这些经验 那我觉得当我们的视野 国际观之后 那就不一样 那我觉得台湾的孩子 不管是都市或乡下 应该要给孩子 有这个国际视野的机会 那我认为我们老师 应该要勇敢的尝试看看 其实我没有几年要退休 但是我认为说 在我退休前还能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双女的这个准备 然后发挥我们的能力 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值得一件事情 那已经慢慢接近快十点了 那各位在座的老师 有没有要在座询问 或者是要分享的 可以帮我们举一下手 可以帮我们举一下手 大家都很客气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或者是事后有任何问题 都会在群组上进行讨论跟发表 讨论跟发表 那最后我们的赞助单位 博爱国中的曾林副曾主任 有没有再跟大家讲讲话 曾主任 没有耶 没有谢谢 谢谢 好谢谢曾主任 好那刚刚我有贴那个就是 今天的那个延席的回馈 回馈的那一个表单 再拜托大家帮我们填写一下 今天的延席回馈表单帮我填写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新年度会在做一些线上 共杯的一些规划 去年我们主要的主轴就是在于 七八九年级 三个年级 三个出版社 南一康轩跟翰林 这三大出版社 后来好像有第四家 的那个教科书的一个 带大家快速的乱过一年 要一轮 然后今年我们的课程 就会比较着重细致在某些部分 那明年的上半年新的年度 看看各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也想邀请就是在座的各位老师 也能够来参与就是共杯跟分享 让大家看到你在学校的努力 也把你的努力让大家看得见 这样子 那我觉得科技领域 大家很容易就会有一些成果 然后很容易被看见 这个部分是可以让我们 让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单不能进去吗 可以 老师 无法连上 可以 庄老师可以吗 盘桃老师 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私下来解决 然后嘉宣老师 他的教案跟学习单大家都很喜欢 那我会想办法跟他要到 还有他的联络方式 如果但是属于个资 那我在私下再传给有需要的老师 或者是嘉宣老师 你方便留下你的电子邮件在讨论区 那有需要的就可以来做联系这样子 平扫一样 平扫 你们发展的这个推股法的课程 还有你科技中心 狗六 科技中心 最近看到网路上分享很多 开发很多的一些开发版 这个部分也蛮赞的 那平扫你也看方不方便 留下你的电子邮件在这一个对话区 再让其他老师们有需要的 可以再做后续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这样子 或者是待会结束前 我再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耐群上面 好 那如果各位老师没有其他的一些 要分享跟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线上共备就到这个地方 那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拜拜